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晨 今天老吴搜索讲古里面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本书 清朝末年的渝悦 大学问家渝悦写的这个 右台仙管笔记的卷十六 最后一卷 里面有个故事 我觉得其中有一节我特别觉得有趣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故事录制 因为这个故事很多 但是我认为说筛选过之后 跟各位讲都是特别有趣的 在三星里面有一个富翁 他到四十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 那么他每天到他 他常常到他的亲戚家去串门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小孩 他就很喜欢 你看到这小孩很可爱 玲珑可爱 于是他就抱着他玩 结果有一天 他到中州去 中州就是河南 他是山西人 山西有钱人 他到河南去 他骑着马到了中谋县 河南的中谋县城外 他看到树荫底下有一个小孩子 才在四五岁 他觉得很可爱 因为他膝下无子 40多岁没有小孩 中年人没有小孩 所以他看到别的 他亲人的小孩他都喜欢玩 我以前也是这样 20多岁我很喜欢跟小孩玩 后来我姐姐说 你那么喜欢小孩 你为什么不结婚自己生 后来我就结婚生子 就这样 我喜欢家庭 我喜欢小孩 那这个山西这个富翁也是这样 结果他就下马上 就看着小孩可爱 他抱着那小孩 这小孩四五岁而已 碰到陌生人 他也不哭啼 那结果他就 这个富翁就想说 既然没有四下无人 没看到他父母在 而且这小孩跟他好像有缘 也没有哭啼 然后就把他抱上马了 而且刚好看到四下无人 没有人发现 于是他就骑的马快马 这个就带就把这小孩给给带跑了 那小孩也也一路上没有哭啼 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 然后他看到这个小孩 这个眉目较好 肥白如瓢 爱不忍事 勇至怀中 这个赤马而去 驾 跑了带着小孩 就回家了 到了他家之后 就把他当做儿子来养了 实际上是在外面偷的 因为没见到他父母 于是这个父母 自从得了这个儿子之后 他太太又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很奇怪 古代常常会利用说 夫妻的老夫老妻 没有办法生小孩 可是去领养一个小孩之后 后面居然又怀孕生孩子了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生理现象 这个很难解释 可能生物学家可以解释 但为什么前面生不出来 后面一领养小孩之后 反而就怀孕生子 结果变成有三个儿子 前面那个大儿子是什么 是偷来的 然后后面他亲生的两个 一共有三个儿子 那因为他从 他没有儿子的时候 就对那个大儿子非常的宠爱 但是有三个儿子之后 他仍然对那个大儿子也是宠爱 因为他聪明伶俐 然后这些孩子们都长大了 长大之后 三个男孩都长大之后 他也把他们通通婚配了 都娶了老婆了 都到家里面来 但是他们这个父王的家人 就在那边后面切切私语说 将来迟早要分家 你这个老头死了之后 父王死了之后 就要分家 他就讲说 他说这个父王 你既然有两个亲生儿子 那你还用 你以前这儿子是抱来的 那你还用别人家的儿子 来传宠接代吗 当然就不用了 结果这个父王听到之后 就觉得有危机意识 将来我死了之后 他们一定会陷害他 把他杀了之后 就独吞我的财产 这他不愿意见到 于是他就想说 他就想说 他死之后 他们一定不会相容的 于是招这个大儿子 就抱来这个儿子 跟他讲说 我是从河南中谋这边 把你抱来的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突然跑出来 没有怀胎 居然有个儿子 你现在终于成长成人了 而且也娶了老婆了 我很高兴 但是你一直住在这里 你不是我亲生的 那你的亲生的父母 还在终谋吧 大概 应该落叶归根嘛 所以你应该要 你住在这边 也不是个事儿 你还是回老家去 这个落叶归根 那你愿意回去吗 于是他已经帮他准备了 一万多两的黄金 都已经装车上了 于是他儿子就 就带着他的老婆 因为娶了老婆了嘛 然后满车子的金银财宝 准备给他回老家去 衣锦还乡 他是山西人 于是他就跟他讲说 就警告他的儿子说 你到了中谋去的时候 到某一个地方去找 我在那边把你抱来的 你到那边去找你的那个亲戚 你找到的 因为你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了 因为时间太久了嘛 但是你们是骨肉相逢 你们骨肉相逢 就当初你就在那边被我抱来 那个树下面 在某某某某地方 你到那边去找 你的亲戚一定在那附近 于是他的儿子不得已 就哭泣了 跟他的那个养父 就这个父翁嘛 就化别了 双方都非常难过 因为毕竟养了二十多年嘛 于是 这个他就到了中谋 就把他太太先放在铝色里面 然后他自己亲自到那城外 到城外去问 因为他是在城外的一棵树底下 就冯文就问说 你这边有没有人 以前遗失了孩子的人 二十年前遗失孩子的人 希望能够遇到说 有人知道这件线索 结果探索了很久之后 终于有人讲说 我们村子有一个老寡妇 她曾经遗失了一个儿子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打听的这个人 于是这个儿子就很高兴 然后就很快的 就请你能不能带路 给你一点小费 结果就去了 就找到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出来说 我先生死的时候 我当时怀孕 有一个姨父子 就生了这一个 结果到了几岁的时候 他掉了 他遗失了 就是被人抱走了 或者拐走 现在已经大概 今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 当时他大概是四五岁 现在二十年就是 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二十四五岁 刚好跟他年相若 他虽然我没见到他 但是我有办法辨认他 因为他有特征 他有什么特征呢 池子有豆花 豆花根据这个 这个钓苏带 那个于月喜欢钓苏带 他马上就一个小引号 来解释这个什么叫豆花 在唐朝的城岸 有一首诗叫永豆花 那个所谓的豆花就是什么 豆斑 什么叫豆斑 就是麻面 脸上长麻子 天花 出了天花 所以我们台湾人常常讲说 你满脸 你摸面 岛灰 我们讲的岛灰是指的什么 指的青春痘 实际上岛灰在古代 它是什么 它是长了麻脸 麻子 麻子 天花现在被人类消灭了 天花是细菌感染的 它被消灭了 也是疫苗 也是要注射疫苗 大家都注射过 天花疫苗 天花就是在中国的中医里面 医中经见里面说 那个叫做小儿的豆症 豆症 豆就是那个黄豆的豆 上面加一个病子头 所以这个所谓的豆花应该是 应该加个病子头 但它没加 那如果豆花用台语来念就是岛灰 所以 你妈命都岛灰 就是这样来的 其实是指的麻面 那结果大家就讲说 人家既然打听这个小孩 他说他脸上有豆 脸上有那个麻子 然后大家就看这个 一看这个年轻人 脸上果然有麻子 然后就数 就是数说 那个老太太就讲说 他脸上那个麻子 有几个凹陷的那个孔 我都记得 数量我都记得 然后就告诉他数量 结果那些众人就去 在他脸上数那个洞 一数完全吻合 然后就跟这个老太太讲的完全吻合 大家就很高兴 那这就是母子相逢了 于是他那个儿子就在那边 就跪着地下磕头 就说拜见那个亲生母亲 然后就讲这个故事 说我以前在树底下 小的时候在树底下 被一个山西的一个富翁 把他抱走了 抱走之后养了20年 然后我也娶妻了 然后现在因为那个富翁 可能将来要分家产的问题 所以他给我一万两黄金 让我回来认清 然后再从那个旅馆里面 把他妻子迎接过来 这个老寡妇本来家里很穷 而且自从那个小孩走私之后 而且又因为那个被优交加 所以他已经变成有忧郁症 结果突然一下子他儿子回来了 二十年后他儿子回来了 而且还有媳妇 儿媳妇也有了 而且又有那么多钱 你看一下子 三喜临门 儿子回来了 还有儿媳妇 还有那么多钱 从穷人一下变成有钱人了 因此大喜慰 所谓的三公司 慰死非福 此之慰也 或者也是造物者 哀怜这个老寡妇 他的守劫 劫妇 儿娶臣之乎 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 就挺有意思的 天花已经绝迹了 但是在我小时候 看到很多人天花 我们都叫那个叫麻子 那个张麻子 李麻子 王麻子 都是这样子 那个有很多那个 以前的那个人家做小生意的人 比如说剪刀 他可能那个剪刀的那个 那个铁匠铺的创始人 可能就是长麻子 他就王麻子剪刀 人家成名了 李麻子这个烧饼 就是这样 因为他是一个特征 用特征来认清 居然他连那个小孩的脸上 有多少个凹洞 他都记得很清楚 这个古书里面 常常有这种类似的故事 比如说身上有胎记 或者是哪个地方长毛 比如说黑豚 有一个皇帝叫黑豚 就是他出生的时候 屁股黑的 就这样 还有物生 道的生的 诸如此类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那个齐环公 叫公子小白 他为什么叫小白 不叫小黑小黄呢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特征 以上跟各位分享这一则故事 挺有趣的 谢谢各位